今天来讲一讲俊玛丽这个角色 我记得俊玛丽第一次展现能力的时候是拔出自己的骨头 我第一次看到现在有人给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的一生都是为大神环付出 生也大神环,死也大神环 他是纳默的仰慕大神环 在我们讲解他的经历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俊玛丽的血迹仙界的能力 俊玛丽身为辉悦一组血迹仙界 施骨脉的持用者 可以自己的操纵骨牙细胞和破骨细胞 甚至可以控制盖制浓度来形成骨头的能力 他的强硬骨头 就等于用永浪通胀物理攻击无法靠近的防御率 然后一旦反击 这骨头又能成为最强的锚 简单来说就是进可攻退可守 只要和骨头有关系 都能无限量的控制 还可以使骨头生成分解以及硬化 施骨脉的进化路线呢 我们大概可以参考回来的供杀回骨发展 不过也不一定会变成那样 因为施骨脉是血迹仙界 供杀回骨为血迹网罗 至于什么是血迹仙界和血迹网罗 我往后会开个影片解释 在他年幼时期的时候 年幼的他被主人视为肉盾牌剑武器 然后还囚禁他起来 至于为什么年幼的他会被关起来 是因为他的死力过于强大 除非需要战斗的时候 才会把君马里放出来 过了没多久 身为战斗民族的他们热乎了头脑 他们要进攻物影村 君马里这个秘密武器 也被释放出来参与战斗 结果前组被灭 由于当天君马里有病在身 升起了病假 所以无法参战 所以那天他才捡回了一条命 但在动画版有不一样 君马里参与的战斗并幸存下来 一组只剩下他一个小孩 在动画版中 君马里在杀人途中 他和载部长和白 有短暂的邂逅 不过 自己一面之缘 他们没有发生战斗 当时的白感觉 君马里和他很相似 后来他碰到了大神环 他被大神环圈扭 大神环蛮厉害的 他所有捡回来的部下 都是能干的 接着 他便接受大神环的教养而成长 目前 对君马里来说 大神环就是整个世界 因为 大神环对长生不老 而力量的向往 所以他开发的竞速 以供大神环更换 更年轻的体魄需求 君马里面对如此可怕的事情 他不但没有抗拒 也不害怕 因此 结尾崇拜大神环 甚至到了疯狂的地步 反而 和乐业的希望 自己成为大神环的转身容器 因为大神环开发的 不时转身 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 能共享容器的知识 如果不是因为君马里 一直有疾病 大神环肯定 会比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更强 君马里之后 从大神环那里得到 第一支咒语 得到中医后的君马里 能够自于操纵 骨牙细胞和破骨细胞 自开自浓度 形成攻击的武器 并且自身实力十分强劲 在多回走住片里 此时的大神环任务失败 被三代火影 用死鬼封镜 封印双手 还有 同为三人之一的刚手 拒绝为着 双罪二的左右手 进行治疗 在时间不多 和没办法之下 大神环唯有寻找 一个新的容器的 因为君马里 身患重病 失去身为 大神环新身体的资格 在墓园 众人考试期间 大神环和撒影联盟 摧毁墓园的计划时 他看上 另一个未成年美少男 也是 沙斯基 佐助 因为仇恨 加上对自己的实力 没什么进步 反而 另一位极有名人 反而日渐进步 他内心感到不服 所以 他决定走上了黑暗之路 他追随大神环 所谓 你情我厌 你要变强 我要你的身体 所以两人就准备合作愉快 之后 追随力量的佐助 被大神环派出的手下 保护他到秘密基地 本来 差不多奄奄一喜的 骏马里 从药师多那里得知的 大神环看上了佐助的身体后 他凭着 打不死的意志力 从兵床上 爬起来折行的物 协助大神环取得佐助 他帮助那些 曼图囤的四人中 拦截 木叶派出 追击佐助的小队 在他出发前往 夺起佐助之前 他选去见 第一次周围 查卡拉的源头 宠物 因为骏马里和宠物 有长年累积的交情 而且 只有骏马里才有能力 控制宠物的情绪 拼复 他的心情 骏马里 向有人教带了 自己此行的目的 但这一句 他没有再回来了 骏马里来到战场后 顾送佐助的多优也 问他为什么会来 骏马里拿到 宠物佐助的贯筒后 质问 多优也 他们为什么这么慢 多优也惊讶 重病再生的骏马里 竟然还可以走动 骏马里表示 是靠精神行动的 主要 都是为了大神环的梦想 他的梦想 就是我的梦想 然后 解释了说 为了大神环的梦想 而过来带走佐助 病者怪多优也 他们因为速度慢 导致了 大神环转身到了 零食龙气身上 随后 叫多优也杀掉 漩涡名人 那两个陆桓 而带走佐助离开 此时 名人开始不耐烦了 明明差点就躲回佐助了 为什么这时候 出现陈咬金 陆桓告诉名人 去追佐助 此刻多优也就交给他 名人 在追上的途中 很快被愤怒 而显露出九尾查克拉 很快 明人就追上了骏马里 明人直接 使用多优以分身来 多优混战 这样才会爽 但是对 可以从身体 钻出骨头的骏马里 先速击败 明人一部分的分身 就在两人 打到一半的时候 骏马里脱下自己的上衣 明人有点 不懂要怎么表示 本来好好打架的 干嘛脱衣服啊 骏马里表示 脱了才会爽 脱了才能打 然后 身体里钻出 又藏油鹰的 棒棒骨头 明人越看越兴奋 之后 骏马里则用 四股脉 聊之舞 趁之舞 迅速击败了明人 这时 佐助从贯同虫 出来准备离开 从贯同里出来的佐助 得到了咒音的力量 头发也变得非常特别 明人看到老机友佐助 变得另一个样子 他分心了 就在这时 骏马里趁明人分心的时候 准备秒杀他 在全局已发之际 做完手术 还没有康复的小李 及时赶到 来一个飞毛腿 踢飞骏马里 并帅气的对明人说 去追佐助 这个家伙就交给我 骏马里和小李对战 打得有点难分难解 就在双方 再次交手的时候 小李还能暂停 因为 还没有康复的小李 是时候吃药了 但是 在小李出发 来到这里的时候 他因为 没有看清楚 把酒当药给带走了 小李本身酒量不好 一杯就已经飘飘欲仙 骏马里看到小李 样子非常奇怪 心里在想 这小子吃到什么东西啊 最飘飘的小李 打出了最前 把骏马里打得 无法还手之地 随后 骏马里把 物把酒当药 而用最前的小李打醒 正准备杀掉小李的时候 我埃罗及时赶到 救下了小李 骏马里 被我埃罗用沙包送账 中创后 骏马里则变成 周应状态异 并用铁线花之武 对我埃罗攻击 让我埃罗 不得不用最强手和之盾防御 后来骏马里 被我埃罗用沙包大账 埋在地下之后 骏马里使用 超杰之武 使得地面上 长出了许多尖锐的骨头 但我埃罗用沙子 悬浮到了空中 骏马里想到了 大神丸的梦想 愤怒地从地底出现骨头 正要吃中我埃罗的时候 突然发病身亡 骏马里被软禁的时候 一直在思考 人活着的价值在哪儿 他每天生地 住在牢笼中 灵魂却是在游荡 因为没有重点 没有归宿 恰巧 这个时间 遇到了大神环 这个肯教导他的人 同时 也在利用他的人 大神环将他本人 奉献四肢为有趣 并将其 牢牢灌输到 骏马里的头脑中 骏马里 至死不渝地奉行着 忠诚的气敏 这一职责 板枪热血的他 为口中的大神环大人 而时刻准备着 做活龙去 实现 大神环的友喊 和自己的价值 因为在他心里 大神环就是 神一样的存在 因为 长期生病 而未成如愿 然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新一来是为大神环大人 做出最后一件事 取回下一个容器 佐助 在和我二楼一战的时候 因为疾病突发而死亡 骏马里一身悲情 出场找 离开的也找 全程作为功绩而存活 好多人抱以同情 可是 有没有想过 骏马里如果没有遇见大神环 自己的一身是在 一组好战的横冲直创中 涌涌陆路过晚一生 他没有敌我的区分 不懂得 为何要进行战斗 为何而战斗 盲目的听从指挥的肉体 是多么的辛苦 但是遇到大神环之后 他好像 找到了灯塔 找到了希望 他知道了 自己是为大神环而活的 大神环的永生 就是自己的在世 我们暂且不论大神环的争议 与邪恶的区分 就从一个区客 迷惘中的人终于找到了归宿 我们应该就为 俊马里而开心 尽管是工具 但它却是一个 性感取人的工具 至于大神环 并不是没有感情 而是他的感情 以及布局选拟人类 甚至生命生畅 在不断的肉体迭代过程中 大神环的精神层次 已经超越了肉体的束缚 它有点像现实世界的达芬奇 但又不完全一致 我曾想过 如果当初去马里遇到的人 不是大神环 是一些正义的人物 他的未来会怎么样 他最有印象的是 大神环说过的一句话 我觉得活着 一定是没意义的 但是 我相信的话 说不定能找到有趣的事情 就像 你见到那朵花 而我见到了你 这是宿命 也是信愿 这是骏马里遗神做的 最有意义的事情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们想看 下一个火影的角色是谁 可以留言给我知道 还是 你们有什么要补充的话 可以留言给我知道 我会慢慢看你们的留言 好了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